中外历史大世纪 我们叫做综合的 为什么搞一个综合呢 因为前面讲的若干集 都有些说明 这边就是 就不说明了 我就直接念一遍 这样子就比较快一点 就是一个综合 等于是重温 这个西元多少年 我还是会念一下 有些就直接讲数字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网友说 他有时候不见得在看 他用听的 可能一边做什么事一边来听 所以有个日期比较好 我有YouTube20个频道 尽可能多订阅一点 如果可以的话就订阅 这边就开始念 西元前四二四一年 是历史上可考的时代 埃及人以太阳及月亮的规律 制作日历 这边西元前我就不念 那等到西元以后 那是后面 这边都是前 所以我再讲个日期 3760年 是犹太人日历的首年 前35世纪 是西亚两河流域的苏美人 各城市国家逐渐的形成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养哨文化 苏美人写出现行文字 埃及尼罗和下游 形成许多阶级式的国家 形成上埃及跟下埃及 前31世纪 前31世纪 菲尼基沿海城市 逐渐形成 前30世纪 印度打过匹图人的 城市国家形成 亚述人在西亚两河流域 建立最初的城市国家 前26世纪 中国传说的三皇五帝时代开始 前25世纪 中国传说的皇帝在位 前24世纪 阿卡德王朝统一 美索不达米亚 中国传说中 绍号专序在位 前23世纪 中国传说的帝库在位 前22世纪 中国传说的帝制帝遥在位 前21世纪 希腊克里特文化 也就是米洛斯文明开始 中国传说的帝顺在位 滚雨相继治水 顺传为雨 前20世纪 亚利亚人侵入印度 菲尼基人发明字母 传说中的夏朝建立 与传位给其子起 烧康中心灭掉韩主 恢复夏朝 前19世纪 巴比伦第一王朝统一两河流域 前18世纪 巴比伦王汉摩拉比在位 制定汉摩拉比法典 波斯帝国开始 前17世纪 中国传说的夏节在位 商汤灭下 放节于南朝 建立商朝 前16世纪 神恶人在日本定居 日耳曼人在挪威南部定居 中国传说的意 放逐商汤 迪掌顺 太甲与铜 与太甲回过后 从今盈利 前15世纪 墨西哥出现最早的布族 恰帕族 前14世纪 摩西 率领西伯来人出埃及 在西奈山领受实践 抵达迦来后 创立犹太教 传说中 姬子与朝鲜建国 亚述帝国建立 前11世纪 中国州族首领文昌 文王集昌在位 巴勒斯坦最初的国家 西伯来王国形成 周五王齐发 发昼 战于木野 商王 西周开始 周公 东征 平息 三蜀及五根之乱 希腊河马时代开始 铁器时代开始 前14世纪 巴勒斯坦 所罗门王在位 巴勒斯坦的西伯来王国 分裂为犹太 以色列 两个王国 前九世纪 周立王因暴虐而被放逐 前841年 接下来我钱也省略掉 这么多钱 中国历史 纪元开始 800年 特洛伊战争爆发 780年 浩金大地震 晋 魏 洛 山川断流 起山崩塌 776 这边年也省略掉 776 第一届奥林匹克赛会 希腊纪元开始 周平王遗旧 东千洛阳 东周及春秋时代开始 753 传说罗马拉斯与利马良 两兄弟建立罗马城 722 鲁尼公元年 鲁国边年时春秋 七年开始 689 齐桓公日用管仲 行 尊王 让仪 660 日本神武天皇在位 日本传统纪元开始 640 希腊科学家泰勒斯 利用投音法 测量埃及金字塔的高度 623 佛祖 释迦牟尼出生 612 米提及新巴比伦 和宫雅树毁灭 尼尼维尘 楚庄王问鼎 中原 581 希腊数学家 毕达格拉斯 出生 550 至圣先师孔秋出生 510 罗马贵族政变 贵族共和政治开始 罗马共和国成立 500年 孔子 开始周幼列国 483 岳王勾建 发武 478 战国时代开始 勾建复国 发兵灭武 蒙世范里 黎月 469 希腊哲学家 苏格拉底 出生 457 晋国 大夫 肇士 韩士 魏士 和灭志士 是为三家分镜 431 希腊第一次 波罗奔尼萨战争 427 希腊哲学家 柏拉底出生 415 第二次 波罗奔尼萨战争 411 魏文侯 任由李徽为相 改革魏正 404 雅典乡 斯巴达投降 开始三年的暴军统治 394 柏拉图 完成理想国 390 雅慎 孟科 出生 387 楚国重用武器 开始编法 384 希腊哲学家 雅里斯多德出生 秦国废主 活人殉葬 387 道家领导人 领导人物 莊州出生 359 秦孝公 重用上央变法 356 马齐顿王 雅里山大出生 353 齐威王派田济生病 唯未救赵 生病在桂林之一 大破为君 351 韩国重用生不害 开始变法 338 楚国爱国世人屈原出生 333 雅里山大大帝 于伊索斯战役中 击败波斯王 大刘氏 三世 332 苏秦组织六国 合纵抗秦 任六国宰相 雅里山大在埃及建立雅里山大臣 330 马齐顿 征服波斯 328 秦向张仪 推行连横之策 323 埃及托勒密王朝兴起 印度 孔雀王朝兴起 305 赵武林王 开始胡扶齐射 301 亚历山大帝国分裂 299 希腊数学家欧吉里德 完成巨作 几何学 楚怀王入秦被扣 屈原作离桑 298 秦将白起 集会 韩魏联军 与一阙 斩首 二十余万 280 秦昭王与赵慧王王 在明石相会 另一项如 完璧归赵 其国田丹 几败宴 收复师徒 260 秦将白起 于长平之战 坑杀 兆祥祖 四十万 255 秦太守李兵 修建都江宴 秦 用吕布韦为相 241 吕布韦完成 吕氏春秋 秦王罢免 相国吕布韦 任用李思为相 227 燕太子丹 派荆轲 赐秦王 魏晨 失败 生死 21 秦灭齐 统一中国 秦王嬴政 秦始皇帝 定都显阳 秦 将全国分为三十六郡 并统一渡梁衡 及毕制 219 秦始皇 派徐福 带领童男童女 数千人 出海求仙 218 张良在薄浪沙 谋刺秦王失败 216 秦将蒙田 发兵三十万 北拒匈奴 214 蒙田 击败匈奴 开始修建长城 秦始皇 秦始皇 焚书坑儒 秦始皇修建阿芳公 及离山陵墓 211 汉尼巴 率领迦太基军队 兵临罗马丞相 秦始皇 210 秦始皇 祖 赵高 立二世 胡亥 赐 扶苏 蒙田 死 209 陈胜 吴广起义 向良 项羽及刘邦 祭起 207 罗马 击败加太基 项羽在巨路 击败秦军 成语做毕上官的出处 刘邦公路五官 赵高 杀秦二世 立子英 扁号为秦王 刘邦公路 咸阳秦王 废秦科法 项羽立异地 分封十八个诸侯王 并自立为西蜀八王 项羽 寓于鸿门宴中 击杀刘邦 但未成 刘邦项羽化鸿沟为楚河汉界 202 项羽兵败干下 楚军全军覆没 退走乌江自委而死 刘邦称帝定都长安 200年 于白灯之围中 汉高祖刘邦被匈奴王冒盾 以四十万金兵 会于平成白灯山七天 次年提议与匈奴和亲 韩信御返 遭吕后与萧和幼 被诸于魏阳公 195 汉高祖刘邦继位为惠帝 旅后掌政 192 汉与匈奴和亲 168 罗马灭马其顿 霸权开始 提营旧父 汉文帝废除肉刑 154 汉朝爆发七国之乱 诸侯借口 诸武朝处 清君次叛乱 汉景帝乃杀朝处 会被周雅夫平定 146 罗马征服希腊 希腊处雅典籍斯巴达外 与马其顿合并为罗马一个行省 138 汉张谦第一次出使西域 前往召唤大肉之与敦煌 齐连间隐喻匈奴 136 董仲书提出霸处百家 独尊如术 并致武金博士 127 魏清击败匈奴 收复荷兰帝 致朔方古元郡 121 获取病从隆西触及匈奴 匈奴 魂邪王帅四万人上汉 108 汉攻入朝鲜至勒浪等四聚 100年 苏武奉灭出使匈奴被留置 97 司马先完成实际 开中国计算体 通使得先河 89 汉武帝刘彻后悔蒸发无度 下轮台最几兆 宣布停止出身匈奴 73 罗马斯巴达克领导奴隶 及角斗士起义 58 罗马由凯撒 旁贝 克拉苏三人 结成第一次三头政治 凯撒远征高鲁 55 罗马大帝出征日尔曼 54 罗马大帝出征不列颠 44 凯撒大帝被以布鲁斯特为首的密谋者 刺杀生死 43 罗马安隆尼 雷毕达 乌大维 组成第二次三头政治 31 在阿克提翁战役中 罗马将军乌大卫 击败安东尼雷毕达 取得政权 埃及也成为罗马的行省 30 罗马帝国开始 前四年 传说耶稣基督与伯利恒诞生 前二年 博士弟子秦锦如 受大陆之使臣依存 口受佛经 佛教思想首度传入中国 前一年 王莽执政 接下来就是西元之后 西元19年 后面西元也不念了 奎阳之战中 刘秀击败王莽军队 陆陵军攻进长安 王莽被杀 24年 光武中心 刘秀称帝定都洛阳东汉开始 29 传说耶稣基督遇害 30 埃及怨后 克里奥派特拉自杀 埃及成为罗马行省 43 罗马征服不列颠 54 罗马暴军尼陆在位 64 罗马焚城 70 10 犹太人反对罗马统治 罗马军摧毁耶路撒冷 73 班超奉命出使西域 78 罗马发生大瘟疫 79 意大利维斯维火山爆发 庞贝尘被掩埋 94 班超杀烟起王控制西域五十多国 102 东汉宦官上方令蔡伦发明之物限为赵子树 166 由于宦官诬陷 环帝留之赵令逮捕李英及其党人 党故之祸开始 84 黄金之乱 189 袁绍诸宦官 董卓入京废少帝立宪帝赶走袁绍 193 曹操攻陶谦坑杀数十万人 并霞天子令诸侯 200年 曹操于关渡之战中 齐败袁绍 称霸中院 208 神医华陀去世 赤壁之战 深泉刘备联军 齐败曹操 219 刘备部将关羽被深泉攻杀 施荆州 223 蜀刘备病死白帝成 诸葛亮辅佐后主刘禅继位 226 蜀诸葛亮发兵南征 227 蜀国诸葛亮上出师表开始发位 230 东吴将领魏温 诸葛直 率领甲氏外人 渡海至宜州而环 是大陆与台湾有历史记录的第一次接触 231 诸葛亮以牧牛刘马运用机械运粮 234 蜀丞相诸葛亮第五次发位 病死于五丈元军队中 263 魏国派遣 中会 邓爱 诸葛旭 大举 发蜀 蜀后祖 流禅 蜀祖 蜀王 265 司马爷 废魏元帝朝魂 自立为帝 建立西境 魏王 284 罗马遣 史臣抵达中国 罗马分裂为东西帝国 291 甲后勾结蜀王司马尾 朱杀皇族大臣 篡权 专政 302 中国发生大水灾 黄河下游及 淮河流域泛滥存在 306 罗马皇帝 军事坦丁出身 在位期间重新统一罗马 291 西晋八王之乱 造成禁皇族混战 309 中国发生大旱灾 黄河 长江汗水落水干河见地 310 中国发生大黄灾 清理山脉南北 及黄河中下游地区 蝗虫遮天盖日 311 勇家之乱 匈奴王流冲 攻占洛雅 扶近怀地司马之大内而去 313 玉州刺史 祖替 集击中流率军北伐 317 司马瑞 清晋王 东晋开始 321 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大书法家 书圣王羲之出身 325 罗马军事坦丁大帝 在尼西亚召集基督教会和会 决定圣经若干重要教义 例如三位一体或耶稣的神性等 330 军事坦丁大帝将罗马首都签到军事坦丁堡 340 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 360 匈奴入侵欧中 365 《桃花园记》作者 也就是田园诗人陶渊明出身 主要著作有《桃花园记》 《归去莱西茨》等 375 匈奴侵入黑海沿岸 并征服东哥的王国 激起了日耳曼民族大移动 383年 匪水之战 东径于安徽匪水大败前行 392 罗马以基督教为国教 并且迫害异教 400年 是日本历史上最早可考据的年代 407 罗马军队撤出不列颠 凶辱人赫连勃勃叛秦自立 称大夏天王 就是立了下国 417 晋朝高僧法显自印度取经 自爪哇返回中国 420 蛮族法兰克族 在今日的法国南部建立法兰克王国 流域 废进宫地 司马德文 自立称帝 人都健康 国号送 南朝开始 441 匈奴渡过东脑河攻击南岸城市后 徽兵东向攻打东罗马帝国 446 东罗马帝国向匈奴王阿提拉 771 求和 定陈下之谋 449 安格鲁跟萨克逊 这两种人开始 入侵不列颠 470 匈奴确属欧众 墨西哥的玛雅文明 极盛 476 西罗马帝国被日人漫族 西哥的人奥多阿塞尔灭亡 479 萧道成春帝建立齐刘宋王 500年 北魏于洛阳楼门开凿石库 502年 萧远春帝国号两南朝的齐亡掉了 509 北魏的明帝讲佛经 西域僧人三千多人齐齐洛阳 529 东魏马帝国颁布X4第0法典 537 不列颠国王亚瑟在喀姆兰战役中 震亡的传说 538 佛教基由百计传入日本 548 侯景之乱 西域侯景 祥梁又范梁 围攻健康台城 梁武帝饿死宫中 551 中国传总传入东洛马帝国 557 陈霸仙称帝建元永帝国号城南朝灭亡 南朝的梁王国 574 北周五帝宇文雍下召祭灭佛到阳教 575 伊安格鲁及萨克逊人在英格兰建立王国 581 阳间灭掉宇文氏家族 自立称帝 改元开皇建立隋朝 北周王 589 隋朝 将领 赫若毕 韩清虎 率军渡江 俘虏陈后主 灭掉城 南北朝结束隋朝建立 591 隋朝 废立 废掉 酒品中正制 改为科举 取势 598 隋发兵三十万 征高丽失败 604 隋阳帝 四复 夺位 并迁驻洛阳 隋 隋 隋后开造大运河 纵观南北 闯达四千多公里 610 回教创教者 穆罕默德 开始公开传教 616 波斯 政府埃及 占领亚历山大城 618 宇文化集 在江都 室 杀到阳帝 隋后 隋往 唐心 李渊成帝 622 穆罕默德 从麦加到麦地纳 建立政教合一的政府 伊斯兰教 纪元开始 626 玄武门之变 秦王李世民 杀到兄弟 太子建成 及其王元籍 隋后高祖 传位于唐太宗 李世民 629 高僧玄庄赴印度囚经 631 回立 纪元十年 穆罕默德以麦地纳为首都 正式建立阿拉伯帝国 636 阿拉伯攻占耶路撒冷 随后也征服两河流域 642 阿拉伯灭掉波斯的萨山王朝 并占领埃及 唐朝的文臣公主 嫁给西藏土拨 松占干部 645 日本向的天皇在位 大化革新开始 646 玄奘返回长安 口试完成大唐西域集 655 唐高宗 立武则天为皇后 673 阿拉伯人围攻东罗马帝国 684 武则天廢掉宗宗 改立瑞宗 徐今夜起兵讨伐失败 690 武则天称帝 扁瑞宗为皇寺 改国号为中 694 摩尼教传入中午 700年 790 唐朝诗人 王伟出身 701 唐朝的诗仙 李伯出身 705 宰相 张建之的发动政变 武则天政权结束 有利唐中宗 副委 710 尾后 专政 709 唐朝书画家 颜真钦出身 710 日本迁都奈良 奈良 奈良时期开始 尾后 沙 唐中宗 李隆基 起平 尾后 改立瑞宗 隆基 为太子 712 施圣杜甫出身 726 基督教 分列为东西教会 740 日本贵族内讧 唐元 广市 直乱 751 矮子批评 或罗马教皇同意成为法兰克王 卡洛林王朝因此兴起 唐朝将领高兄之 在中亚 败于阿拉伯 中国 造者术 经中亚 传至西方 75 安史之乱爆发 安禄山攻占洛阳自立为大宴皇帝 756 安禄山攻占长安 唐玄宗奔署 唐宗宗在05级帝位 757 安禄山被其子安庆叙 所杀 郭子怡 收复长安 洛阳 759 14名 杀安庆叙 攻占洛阳 自称大宴皇帝 后来 14名被其子史昭义 所杀 762 史昭义兵败被处死 安史之晚结束 768 唐朝文学家 韩玉出生 772 诗人 白居易出生 773 文学家 柳宗元出生 787 法国 诺曼人 侵入不列颠 800年 教皇在罗马圣 圣彼的教堂 为法兰克 查理大帝加冕 成为罗马人的皇帝 并建立查理们帝国 808 8 唐朝的流离党征开始 821 李德玉与元整 排挤李宗敏的人 自此 彭党 清压 40年 827 西萨克逊王 艾伯 艾格伯特 统一不列颠 各萨克逊王国 为英格兰联合王国奠基 835 甘露之变 宰相李迅 御处换官 失败被杀 860 俄罗斯人第一次远征军事坦丁堡 875 王先之于蒲州起义 皇朝直览开始 878 丹麦人侵入殷吉利 皇朝攻占长安 称齐帝建元金统 瓜巴义 李克用击败皇朝 皇朝起义失败 净王李克用 和阳王朱全宗接仇 从此征战三十年 907 朱全宗 也就是朱恩称帝 建立后梁唐王 五代史国混战开始 916 契丹王耶路亚宝基称帝 建立辽朝为辽太祖 923 晋王李存旭称帝建立后唐 朱友真自杀后梁王 936 高丽灭百祭统一朝鲜半岛 后唐发兵侦逃施敬堂 施敬堂 施敬堂向契丹王耶利德光求援 大义割让燕丹十六周 并自称俄皇帝 建立后继 霍唐灭亡 947 后继灭亡 刘志远称帝建立后汉 950 欧洲进入黑暗时代 951 郭威称帝建立后周帝多大梁 后汉灭亡 955 后周世宗 沸佛 没收三万多所 4月 960 陈桥义兵变 后周禁卫军 永利赵光印 黄袍加身为帝 建立宋朝 后周灭亡 五代结束 961 杯酒士兵权 宋太祖迫使使手性的大将 交出禁军兵权 出所边疆或高老还乡 962 日耳曼王二徒一世 被罗马教皇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开始 974 宋朝皇帝亲世举人于蒋武殿为殿氏之时 975 宋朝 学务联军攻灭南唐 俘虏后祖离遇 978 宋朝免北汉统一中国 986 宋朝发契丹失败 997 奥丹 2019 1971 云当班 19atra 宋朝 在潭州 恒隆 绝口 1036 大厦国王李元昊 命令大臣 严厉仁荣 创造下文 大文学家苏史 苏东坡出生 1041年 毕生发明活字印刷署 1050 日本安倍赖时之乱 1054 基督教会分成东正教 东方正教及西方天主教会 1061 宋朝任命包整为疏离副使 1063 诺曼人威廉征服英吉利 英国诺曼王朝开始 1066 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为相开始变法 1069 王安石为推行新法设置专门机构 治治三司 乔立司 并推行军属法 庆苗法 包夹法 免疫法等新政 1085 司马光为相 罢除了王安石的新法 1086 日本正院时代开始 1095 教皇乌尔班二世 在法兰西科勒蒙宗教大会上 号召组织东征十字军 隔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1099 十字军攻占耶路撒冷 建立耶路撒冷 拉丁王国 10109 法兰西与云王亨利一世战争 1115 女真人建国大京 定都惠宁府 万云阿国达全帝 1119 方拉 字号摩教教主 在清远启兵暴动 1125 金朝灭掉辽朝 兵分东西两路 发宋朝 张泽端化成了清明上河图 金朝立以张邦昌为处地 金家年海 沃里布 俘虏了宋徽宗 赵杰 清宗 赵环北去 北宋政权结束 赵高宗 赵构在南京集地位 南宋政权开始 1127 南宋 宗泽在开封击败金兵 韩世忠等将领在河南府习集金兵 1139 勤快以金字牌集地 赵立岳飞 措置半施 并放弃已收复了仕途 1140 绍兴议和 宋经协议 宋各地赔款 岳飞被害于大理寺 部将张献 岳云被斩 1147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 1156 日本发生宝园之亡 1169 英格兰征服爱尔兰 1175 朱西 陆九渊 俄湖之会 1187 撒拉丁都会胜成 灭掉耶路撒冷国 1189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 1194 黄河在河南阳武 决体改道 1199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 南宋建造战舰 1206 钱木真 号称陈吉思汉 建立蒙古国 摩古军功西下 西下起墙 1215 英国国王约翰在诸侯无力的胁迫下 与泰晤士河畔 拉里密特草原上签署了大选章 1217 年 第五次十字军东征 1219 陈吉思汉第一次戏征 1221 日本发生成员之乱 1222 蒙古军灭花辣子摩侵入印度 1123 蒙古军征服清查 1227 蒙古灭掉西下 陈吉思汉 祖 1228 十字军第六次东征 再次建立耶路撒冷王国 蒙古库里尔台大会 推举沃阔军人大汉 任用汉人使天则为将 1235 长子西征 蒙古建都河岭命令大将拔都 宿布台等将领开始第二次西征 1237 条顿骑士团和宝剑骑士团合并 1238 蒙古拔都攻入欧洲 与西里河一役 击败斯拉夫联军 1241 蒙古军 击败波兰 与神圣罗马帝国联军 大军之地威尼斯 1243 蒙古军在欧洲建立清查韩国 以温瓦河岸的萨莱为首都 1248 第七次 十字军东征 1252 蒙古序列物开始第三次西征 欧洲人称为上帝之鞭 1255 英国建桥大学创校 1258 蒙古军攻入巴格达 征服东大使阿巴斯王朝 建立伊尔汉国 1264 蒙古迁都燕京 称大都 1265 英王亨利三世违反大宣章 被诸侯军队击败 中国领导人莫特福特召集人民代表 成立议会 为今日英国国会的开端 1268 蒙古国事848 创建蒙古字 1269 第八次十字军东征 1271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跟随父亲及叔父东游 蒙古呼布列汉定国号为大元 1274 援军第一次东征日本失败 日本史称为文勇之义 1277 援朝在泉州 庆元 上海 康普等口外 设置四伯斯 管理海上蚂蚁 1279 陆秀夫 报纸 圣帝 丙 投海而死 南宋灭亡 文天强被求于大都 郭守靖在大都设立天文台观测战27个地方 1281 援军第二次东征联合高丽军队攻打日本失败 日本史称为红岸之义 呼比列项令清理道教经典 除了道德经之外 全部峰会 1282 英格兰侵占威尔斯 1282 埃尔曼 鄂图曼 背叛塞尔柱作企 建立鄂图曼作企帝国 1290 印度奴隶王朝灭亡 基尔籍王朝兴起 1294 天主教圣方祭各会士蒙特格维诺 代表罗马教廷主元朝 第一任大主教抵达了大都 1295 马可波罗随着伊利汉的使者 经由伊利汉国返回意大利 第二年 口述东方建文宁缓祭 也就是马可波罗东游记 1304 英格兰政府苏格兰 1308 元朝下令禁止百年教 并拆毁祠语殿堂 1309 黄河在归的绝口 1313 教廷 开始发行数字卷 1328 文学家罗冠中出生 后来写了张魁小说《三国演义》 1331 日本的南北朝时期开始 1337 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 宣称有继承法国王位之权 英法百年战争于是开始 1340 元朝禁止民间四场兵器 1343 黄河泛滥在绝阴绝口 1348 欧洲黑死病大流行 1350 红金之乱 白连教刘福通起兵反员 以红金为继 身后郭子兴 张赤诚 徐受辉 陈有亮等也纷纷起义 1355 郭子兴病死 朱元璋代之功臣略帝 1368 朱元璋在应天称帝 定国号为大名剑原红武 1380 明太祖朱沙 左丞相胡为雍 废丞相值 朱连一万五千余人 获延十年之久 1399 明燕王朱棣发动激难 骑兵法对建文帝消翻政策 随后进战南京春帝 建文帝出走 140 朱棣入南京 并令世奖学士方孝如写照书 方孝如拒绝接受 被杀于世 并且株连九族 1404 蒙古天末 集合了40万大军 渡过西尔河 准备大举攻伐中国 但东征途中病死 在乌塔拉城病死 随后侵上汉国分裂 1406 郑和第一次初始西洋 两年后第二次下南洋 1407 明朝的有乐大碟修成 140 明城主设立由宦官主持的特务机构 东厂在设立于东华门正北 又以监视锦衣卫 并且刺探成名 1421 明城主朱棣 将首都从应天 迁至北平 从此应天称为南京 北平称为北京 1428 英国军队围攻法国奥尔良 第二年被圣女贞德领导的法军击贴 1430 郑和第七次初始南洋 1431 法国圣女贞德被异端审判处于火刑 1449 明朝的土木之变 明宗欲诈清真在土木堡兵办被瓦剌也先所俘虏 随后余谦游历景帝即位 尊英宗为太上皇 1452 意大利美术家达文西出生 1453 厄图曼土耳其灭掉东罗马帝国 去世坦迪堡改命为伊斯坦堡 成为土耳其帝国的首都 1455 英国红色与白色红白巧味战争 1461 日本发生大饥荒 黄河在开封绝口 1467 日本艺人之乱被进入战国时期 1469 卡斯提兰公主伊沙贝拉 嫁给亚拉干王子斐迪兰 奠定了西班牙王国的基础 1470 明县宗设立特务机关戏场 负责监督警衣卫及东内疗场 1472 俄罗斯伊凡三世改成为沙皇 1475 意大利画家米开兰基罗出生 1480 清查汉国灭亡 俄罗斯脱离蒙古人的同志 1488 葡萄牙人迪亚士航行抵达了非洲好望角 1498 葡萄牙人亚美利哥到达南美洲的东岸 1502 哥伦布到达中美洲普鲁士建国 1512 意大利首相马基维利发表了军主论 1516 英国塔玛斯摩发表了乌托邦 1519 西班牙国王命令麦哲伦带领远航舰队环游地球 后来曼哲伦在菲律宾被杀 1521 西班牙人征服墨西哥 1526 蒙古天末尔的后裔巴贝尔自称印度斯坦皇帝 并且建立印度墨沃尔帝国 1530 明朝开始制造弗朗基大炮 1533 西班牙军队趁着南美印加内战控制了印加帝国 1536 日本封城秀吉初衷 1543 哥伯尼逝世并且发表了天体运行论 1554 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在巴西建立了圣保罗城 1555 俄国开始侵入西伯利亚 1556 明朝将领于大游在黄浦击败倭寇 七级光在浙江组织民房抵御倭倭寇 1561 英国哲学家法兰西斯佩根出身 1562 明朝的大臣全臣 严松被罢免 儿子严世凡下狱 1564 意大利科学家加利略出身 英国剧作家沙斯比亚出身 1568 日本的枝田信长统治日本 1578 明朝的李时珍完成中国最伟大的药物学巨著 本草纲目 1579 英国在印度开始殖民 1581 明朝宰相张巨镇 退行一条边法改革朝政 1582 封城秀吉统治日本 1588 英国舰队摧毁西班牙无敌舰队 于是英国成为海上霸王 中国东北的女征努尔哈赤 征服中国的东北建州腹肌的各部落 意大利传教士立马斗抵达北京 献上万国图治 并且获得民神宗的召见 1592 年朝鲜之役日本封城秀吉侵略朝鲜 但是隔一年被明朝将领李吴松击败 1596 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出生 1598 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发明了韩书表 1599 中国东北建州女神王诺哈赤 命令耶尔迪尼加加伊两个人创造蓝文 1600年日本官员之役 德川加康取得政权 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 1602 荷兰成立东印度公司 1604 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屠杀中国的华侨 法国东印度公司成立 1605 法国在美洲的加拿大开始执名 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批准了 在北美维吉尼亚普里茅斯两个地方执名 1606 荷兰画家林布兰特出生 1607 明朝大臣徐光奇翻译西洋的集合原本 1608 法国人夏普伦在加拿大圣罗伦寺河岸建立了規背课程 1609 德意志经文学家科普勒发现行星运行的规律 意大利克里加加利略发明了望远镜 1610 中国的蓝铃笑笑声完成了精品煤 1615 女真王诺哈赤制定了八旗的军制 1616 英国人威廉哈韦提出了血液循环学说 女真王诺哈赤在赫图阿拉成汉建后勤国也就是满清 1618 欧洲三十年战争爆发 1619 读《通建论》《周易外传》的作者思想家王福之出生 北美洲第一代黑奴自西印度群岛运至维吉尼亚 1623 明朝的宦官魏忠贤提督东厂 明朝将以原重换建筑了宁远城以抵御南清 1624 荷兰人占领台湾正成功出身 1625 魏忠贤善权以东领党的罪名诛杀杨连 左光斗的大臣 1626 清朝努哈赤于进宫宁远城的时候受众伤 死于沈爻城郊 儿子王太极继位 1628 陕西农民叛乱李志成 张献忠起义 明末农民战争开始 郑志农降民 1630 明思宗杀掉原重换 1633 意大利人伽利略提倡地动说 1635 流寇与营阳召开大会 共13家 72营数十万人 共同双溢灭掉明朝的大忌 1636 英国人在北美西英格兰地区设立哈佛大学 1637 日本爆发导远之乱 1638 宋艺兴发表了中国古代科技全数天公开悟 1638 清朝渡俄鬼率军分各路攻入山海关 1639 日本发布锁国令 1640 张献忠突围流窜进入四川 辽斋志义作者蒲松岭出身 1641 荷兰击败西班牙独占台湾 1642 明朝红尘筹详清 1643 力学原理 发明着英国科学家牛顿出身 1644 甲神之变 李自成公路北京 崇祯帝自义眉山 3 吴三桂迎满清渡俄鬼入关 并击败李自成于一片石 1645 英国光荣革命 克伦威尔领导的国会军 击败拥护国王的保皇党军队 掌握英国政权 中国僧人毅然到日本长期传授书法 李自成于湖北同山县九宫山 被地方团列袭杀 揚州十日及家定三图 清军图揚州及家定两城 清军占领南京 明朝父王政权结束 1647 大清律完成 1648 甘肃回民 因为抗拒提法令 聚众十万人歧视 俄国哈巴罗夫武装侵入黑龙江流域 1653 清廷封西藏达来喇嘛为西天大帅自在佗 明朝贵王永利地封郑成功为炎平之王 1654 苏格兰正式与英格兰合并 1661 郑成功在鲁尔门港登陆了 占领去卡路 越南人荷兰人在次年投降 台湾被郑成功说服 1669年 清朝规定外搏非 只要不是共旗 不许贸易 清朝颁发命令禁止天主教活动 187 吴三桂在云南起兵判清三番之万开始 这集就是整个念一遍 念到三番之万 这集就是